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义的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有关神话语 对吧 刚才我们一起彼此共同地说什么 圣经是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 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 很多这个主题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也很了解了 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再来说这个事情 因为有的是忘记了圣经是神的话这个真理 阿们 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想认识我们现在相信的这个神 我们如果想认识想知道想了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有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 用神的话语去了解它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圣经 我们通过圣经可以认识我们的神 阿们 因为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一封情书 我们叫什么呀 他爱我们 爱到什么程度呢 给我们写了一封爱我们的情书 我们是他最爱的人 那这个圣经是写给每一个他所爱的 阿们 那希望我们通过这封信 这个情书 我们就会认识我们的主力是基督 阿们 那如果我们想认识耶稣 想明白圣经的话 我们就要知道 圣经的来源是什么 圣经来自什么地方 对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点 我们读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一起来读一下 圣经的来源是什么呀 神的落实 我们神的落实 今天心情比较激动 因为我看到突然有个小孩子来到我们这边 有两个 三个 很感动 因为他们也在听讲道 是吧 希望神的话有一个同在 阿们 世界上有很多本书 如果我们现在来计算的话 从人类 就是有这个历史 到现在的一直 我们来算啊 一共这个世界上多少本书籍 多少种书籍的话 可能算不过来 对吧 每个东家 每个地区都有各种各样的书 但是在这些书当中 有一本书是最特别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圣经 是一种很特别的书 但是我把圣经这本书和其他的书看为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它是一本特别的书呢 因为圣经有权威 这个权威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神 这本书和其他的书不一样 因为它是有能力的 是有生命的 阿们 我们对旁边说好 圣经是有生命的 圣经是有能力的 圣经是有能力的 如果你相信圣经是有生命的 是有能力的 圣经的话就会在你的身上 彰显神的恩典 阿们 所以圣经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 别的书呢 带给我们智慧 带给我们感动 带给我们知识 而圣经带给我们生命 带给我们改变 阿们 所以圣经当中说 听过来后第三章 我们分享的经文说 圣经都是神所获释 神的获释是什么意思 就是神直接和人讲的话 神直接和人讲的话 或者神把自己的意念 放在人的里面 人得到了神的意念之后 把神用的意念整理出来 我们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 所以有很多这个 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殷华 初爱基记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读一下经文 其 殷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将这些话写上 因为我是按着这话 与你和以色列人定约 那神明记我来读一下 以下就记得是摩西 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 摩西照耶华 借着他所吩咐 以色列人的话都小于他 在下面经文我们看一下 以细节书 耶华的话 领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告诉本罗的子弟说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解诫他 其实录 耶稣基督的请示 就是神赐给他 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 只是他的众仆人 他就差遣使者 小于他的仆人遇害 你们看这几个经文 有什么特点 都是神告诉罗西 告诉以色列 通过某个人 把他的话来转达给我 神通过他所拣选的人 把他要表达的想法 他想对我们说的话 来告诉我们 那么在旧年时代 新年时代 这些作者 这些记录圣经的人 都是被神所拣选 呼召的人 通过他们 把这个整本圣经 能够写出来 从上面的经文我看到 在圣经大陆经常提到说 神说 或者说什么 耶和华小御 又说什么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告诉我们什么呢 整本圣经是谁在说话 是神自己在说话 而不是那个作者 要表达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到了新年圣经 你们经常看到 说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什么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本圣经不是人写的 是谁写的呢 是神自己来写的 我们看新年圣经当中啊 大部分这个 我们知道 其实是有书信 比如说保罗书信 罗马书 哥林多前后书 还有什么这个 提供太后书 提供太前书 都是书信 是保罗写给 什么以夫所教会的 写给菲利比教会的 什么书信 就有人说 这不是保罗自己说的话吗 但是保罗自己说什么 保罗说 我也想 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 不是我在说话 而是神通过我 来对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一个人在说话 阿们 就说什么呢 他知道 是圣灵感动他 来把神要说的话 转带给我 那不管呢 神直接向人说话也好 或者通过意念 或感动 向人表达他的 这个想法也好 都是在神所末世的范围之内 我们要明白一点 就是神的话 来自于神的末世 整本圣经 是来自于神的启示 是我要知道的第一点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看的 这本圣经 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神 他启示 这些他所拣选的人 写给我们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人会说 人接受了神的末世 也把这个圣经记录下来 但是因为 这个人是不同的 有很多人 记录了这个圣经 这些人的性格 这些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会不会 把他自己的想法 把他自己的意思 放在神经里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真正的神的话语 可能会离开那个真理的真道 有的人会这样去分 那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 我们说韩国的总统 是这个朴槿惠 对吧 朴槿惠 他和他的这个内核成员 和这个国会议员开会 要决定一个国家政策 要一起开会 开会结束以后 谁去整理这个资料 谁去整理这个会议 有一个人 对吧 我们把它 就说是秘书 这个秘书要把这个会议的记录 要整理出来 整理出来之后 要把这个政策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我们要向国民 要要发布的这个政策 整理完之后 重新把这个政策 给谁去看 给条件会去看 对吧 他就会从头到尾 他看完之后 这个用词不大 应该改成别的单词 这个说法不太好 应该换成另外一种说法 最后 当他都看完同意之后 会怎么样 在全国发布这个命令 那么说这个 这个政策 是条件会写出来的吗 是他写出来的 是他同意的 是他开会以后决定的 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 命令和政策是非常严谨 对吧 是不能有错误 那比如说今天上帝是王 上帝是天上 地下唯一的君王 他要向他的子民 向我们人类 发布一条命令 要对我们说话 然后有人去把上帝 所说的话记住出来 经过上帝的同意之后 才能什么呢 向我们表达出来 我今天来说圣经是怎么来的 这个人记录了上帝的话 把他的话表达给我们的时候 经过了谁的同意啊 上帝的同意 才可以表达给我 虽然这个 记录的人不同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 这个国家政策里面 有不同的人在记录 文书 还有这个密书 人是不一样的 但是最终做决定的人是谁呢 是那个国家的元首 所以今天上帝是一样的 再 这个例子就不举了 因为举的话 我们后面翻译比较麻烦 因此我们提出一个结论 圣经不是人写 是谁写的呢 是神写 为什么 因为神启示了这些作者 把神的话记录出来 圣经的作者是圣灵 圣灵感动人 把神的话写出来 所以说圣经就是神的话 但有人说啊 你说啊 圣经里面说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自己 来证实圣经是神的话 还不够 对吧 都是你们自己说的 你要给我一些证据才可以 比如说我们如何知道 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看一下证据是比较好 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 好 我先来读一下 记载圣经的人和圣经的中心 能够让我们知道 圣经是神的话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圣经一共有多少卷呢 66卷 新约多少卷呢 27吧 我是反着说的 旧约多少卷呢 39卷 新约27卷 39加27是多少 66对吧 所以整本圣经 旧约圣经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共有多少卷呢 66卷对吧 那么写圣经 记录圣经的作者有多少个人呢 四十多个人写的这个 记录了圣经 不能做这习 那么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成 从开始到完成 又了多少年 有谁知道 1400年 1600年 1500年 1600年 所以你们听说过有一本书写了一千多年的书吗 没有是吧 除了圣经以外没有 谁能把一本书写一千多年的 所以圣经是神的话 然后有多少个作者呀 四十多位作者 这些作者当中啊 这个人物是不同的 里面有什么样的 有君王 还有什么呢 还有乌与夫 还有税吏 还有医生 有不同的人 他们的背景 习惯 性格 文化水平 都不一样 如果 这个作者不同 背景不同 思想不同的话 让他们写同一本书 用1600年的时间 你们会想 会有问题 肯定中间有矛盾 肯定中间有什么呢 会找到一些错误 但是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每一个去找事情错误的人 都没有发现错误 就是从创世纪 到起实录 用1500年 四十多位作者记录的这本书 我们到今天为止 找不出这里面有什么矛盾 难道这不是神话 人能写出一本这样的书吗 写不出来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 圣经是神自己的著作 阿们 各位对旁边人大说好吗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这是真实的 不能改变的 不能改变的 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如果是人的话 人呢 如果想记录别人的话的话 就出问题了 中国有个小故事 那有一个人 他在这个兔坛的时候 兔坛的时候 这个坛的里面呢 有东西 有什么的 有一个小小的羽毛 他就很害怕 我这个兔坛的时候 怎么会有个小羽毛呢 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说 哎呦我兔坛的时候 有个小的羽毛 他朋友听完之后 哎呦 怎么会有个羽毛 然后他就找别的人 把他这个朋友的事情 告诉别人说 哎呦 我的这个朋友 兔坛的时候 兔坛的时候 兔坛一根天鹅毛 一个天鹅的这种羽毛 然后那个朋友 对他说 哇 这很奇怪 为什么会兔坛一根天鹅毛呢 他就跟别人说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哎呦 有一个人 他兔坛的时候 兔坛一只什么呀 一只天鹅 后来这个天鹅都飞了 哇 这个全 整个这个城里的人 都听说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的人都去找 那个兔坛那个人 要去看看这个 兔坛天鹅的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你说我们人呢 如果想记录 别人所说的话 会有问题 会什么呀 会出现问题 但是当人去记录 神话的时候 就不会有问题 Amen 因为神在感动 神在什么呀 做从头到尾的这个作者 他来什么呢 来来教导 来整理这个圣经 所以不会出现问题 所以圣经 从头到尾的中心 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 那我想问一下 圣经的中心是怎么样 救赎 对救赎 上帝写给人类的 救赎的一本书 告诉我们 人怎能得救 圣经的中心人物是谁呀 耶稣 对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他本身就是什么呢 救赎主 Amen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上下五千年 对吧 古代到现代 人也变了 地理也变了 事物也变了 这个科学也发展了 时代也不同了 对吧 我们现在生活的人 有什么汽车 电视 还有什么这个 各种各样先进的一些 比如说手机 古代是没有 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只有一个没有变 圣经的话 从来就没有变 而且圣经的话语 在古代的时候 到现在 也不会什么呢 不会出现问题 你们知道 有些人写了一些文章 写了一些理论 过了几百年之后 会怎么样 会被否定 但是圣经不会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圣经是真理 是神话 是没有办法否定的 一个事实 阿们 那么第二点 我们如何能够 证明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上的预言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验 我们看几个经文之后 我来讲一个 圣经当中的预言 因为圣经当中的预言 是很多的 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替大家整理 一个圣经当中的预言 当然有些预言 还没有实现 比如说 启示录 当中有些预言 我们还是不知道 会怎样 但是神按着他的计划 会成就一些预言 我们读一些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以色列的书 我们先来读一下 我是耶和华 这是我的名 看了 先前的事已经成就 现在将心事说明 这事会发一些 我就说给我们听 以色列的书 是什么样 说 有新事 有旧事 这个事情还没有开始 我就先告诉你 这个叫什么 预言 在什么时候 我们不知道 但是神 到了他认为的时候 会怎样 会成就这个事情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 圣定记 在下面 我们先来读一下 倘若你心里偏离 我们先来读一下 下一个 我们先来读一下 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请他的一切建议 瑞利典章 这一项咒读 都必追寻 烟华 必是你 败在 丑你面前 你必在 乱门中 抛来 抛去 这个你是谁呀 以色列人 犹太人 犹太人 被神所拣选的这些人 不听神的话 神说你不听我的话 你要在列国当中被怎么样 抛来 抛去 分散在 世界各地 那么 在这个耶利米书当中啊 耶利米对以色列人 预言说 虽然你们被 俘虏到 其他的地区 但是神要让你们怎么样 重新回来 所以 耶利米是这样说 我们看下一句 这个好 看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啊 七十年 满了以后 我必刑罚巴比伦 网图的那国民 并加拿底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 使那地永远荒凉 这是一个话说的 所以到了这个七十年之后 神把以色列人 重新怎么样 带回到耶路撒冷 让他们重新聚在一起 把这个巴比伦 还有加拿底人怎么样 和惩罚 但是 以色列人很特别 虽然神这样爱他 把他们带回到 他们这个原先的长存 或敬拜神 然后又怎么样 又去做甚至不学的事 所以神又通过先知预言 对 有以色列人预言 我来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当那日主必二次身手 救回自己的百姓 中所余胜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 召回一次列被改善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聚集 分散的犹太人 第二次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被曾经被神养 重新带回到被救回来 但是他们又怎么样 又被分散了 因为他们犯罪了 但是第二次会怎么样 又伸手把他们拯救回来 我们看下一个经文 以西节书 新加17节 你当说 主义的话如此说 我必从万人中招聚你 从分散的内国内聚集你们 又要将以色列帝赐给你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们虽然没有国家了 你们已经加货人保了 没有国家 已经分散到世界各地了 但是我答应你 我会要把你重新从列邦 从万国大公主 四方重新怎么样 招聚回来 让你们重新建立国家 给你们一个场所 那么这是圣经当中的预言 没有一个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所以有人说 这个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你们知道 一个国家如果灭亡的话 想重新再恢复 是不太可能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说巴比伦吧 你们知道巴比伦 这个国家吗 没有 现在是没有 是吧 以前是有的 你们知道四大王民 古国之一是什么呀 有巴比伦国吧 已经不见了 这个国家如果灭亡的话 想再恢复是不太容易的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 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国家 或者是民主 已经不见了 已经找不到 特别是以色列人 分散到世界各地 想重新在他们以前的那个地方 恢复国家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地区 以前居住有谁呀 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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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阿拉伯人 还有什么呢 这个什么旁边的这些 伊斯兰的什么圣地 已经把那个地方 当成他们自己的什么呢 圣地 那是不容不容许 其他的民族 其他的国家来 什么 战狼的地方 如果你想在那个地区 建立一个国家 在人来看 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到了什么时候 那有一年 这一年的这个日子里面 记住 在1948年的时候 1948年的时候 以色列 重新建立了一个国家 那当时在1948年的全世界 都报道了一个什么呀 奇迹 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国家的新闻 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圣经当中的预言 成就的 以色列重新怎么样 建立了国家 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很可怜的 可怜到什么程度 在这个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希特勒 就恨犹太人 他打着什么旗号呢 说犹太人是被上帝 咒诅的民族 因为他们把耶稣杀死了 然后他说我们 德国 我们这个民族 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 叫什么 什么民族啊 日耳曼民族 我不知道这韩国怎么说 日耳曼民族 然后就 把这些犹太人 抓到什么地方 集中了你们 杀了很多犹太 所以这个犹太人 在全世界 这个分散到各地的时候 是很什么样 很凄惨 没有国家 但是 神仍然保留了 他们的血脉 让他们能够什么呢 能够聚在一起 这么正常的时间 仍然能够有什么样 能凝聚在一起的原因 神有一个计划 让他们重新建立国家 在1948年的时候 重新建立了 以色列国的世界上 所有的国家 不得不承认 圣经当中的预言是真实 阿们 我说的只是一个 其中很重要的 有很多预言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言 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今天这个 讲到的资料里面是没有 但是我还是说一下 一个以前经常讲的 一个见证 一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 他是研究什么呀 研究天文 研究这个年代的 研究地球的这个什么纪念 就是他研究地球的年龄的时候 发现地球少了一天 就是地球这个什么呀 突然有一天不见了 都找不到这个原因 没有科学的根据 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有一天偶然 他看了什么呢 看了圣经 圣经约书亚记当中 约书亚有个祷告 约书亚是怎么祷告的 他说 神啊 求你让日头停止 求你让月亮停止 直到我们得胜为止 因为神已经告诉 约书亚说 我要让你们得胜 因为约书亚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让日头停止 让月亮停止 直到我得胜为止 那么神听了约书亚的祷告 听了祂的祷告 我们就要讲 日头停止 月亮停止代表什么呀 时间停止 时间停止 所以这个科学家 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就很好奇 也很惊讶 这怎么可能的事情 时间怎么会停止 所以他就开始什么呢 研究约书亚的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 研究来研究去 和他发现地球上少了一天的那时间是 本核的时候 他不得不跪在神的面前 承认神是全民是 阿们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 你们很聪明 或者是你们想在世界当中 找出一些毛病 或者是你可以把圣经给得到 不可能的事情 全世界这么多的科学家 这么多的有名的人 都去相信耶稣 你们知道吗 有很多诺贝尔奖 对吧 我们叫诺贝尔奖是吧 和得主 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什么人呢 基督徒 你们也知道 我们人类走出地球 进入到太空以后 回来的人叫什么人呢 叫宇航员对吧 这些宇航员 他们 这个离开地球之前呢 不是信耶稣的人 结果呢 到了太空 重新回到地球以后 成了基督徒的人 有好几个 原因是什么 不得不跪在神的 这个伟大的创造面前 承认神是天上地下 唯一的真实 阿们 才明白原来我们人 是渺小 神是伟大 所以在圣经当中的预言 可以证明 圣经是神的话 阿们 那第三点 我们怎么能够证明 是神的话呢 就是应许的 的确是怎样 能够得着成就 神给我们一些 有应许的经文 我们去祷告的时候 谁能应许我们 比如说有些经文 我们来读一下 哥林哥前书 我们一起把它读 哥林哥后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的应许 不论多少 在基督里 我看几个经文好了 哥林多 OK 现在读一下 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都是 是的 我们在读 马太福音 凡老苦 但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救世 你很安息 能够小看 这两个经文 这两个经文 都是带有应许的 带有什么应许呀 前面的应许是 神的应许 无论有多少 在谁的里面 在基督里都是 是的 肯定会怎么样 会成就的 像马太福音说 你要是觉得老苦 你觉得有重担 你只要来到 耶稣的里面 就会怎么样 得着来自天上的安息 阿们 你们知道 十诫命 摩西在西来山上 拿着这个法板 吓到这个 和这个埃及 而不是和这个 这个 在这个旷野当中的 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个十条诫命的 第五条诫命 是第一条带有应许 叫什么呢 你们要孝敬父母 你们在地上的年岁 就可以怎么样 长久 就是你们可以长寿 我们中国人喜欢长寿嘛 对吧 有三个字 这边叫 福 寿 路 对吧 我刚刚这个韩国语怎么说 韩国语 不 还有这个 宿 龙 我们这个 外国人的宣教会 有六个 有越南宣教会 印度尼西亚 蒙古 有这个中国 中国朝鲜族同胞 还有一个这个 英语 还有 还有 少说的 好像 北韩 北韩 超新的 我们越南的这个牧师 韩国语叫 潘板洛 他有一件 用英语 用英语 跟我交流 他说你知道 我这个最后这个路 是什么 我说我怎么知道 你们越南语 这个是什么 他说 是汉字 我说什么汉字 他跟我写 就是那个路 路代表是土 代表是土 那我会发现 中国人喜欢长寿 中国人很喜欢长寿 如果你们想长寿的话 圣经大陆说什么 你们要 孝敬 父母 就可以什么呢 长寿 对方人大说 我祝你长寿百岁 但是 一定要 孝敬父母 多简单的一个道理 你们给父母 祝寿的时候 你们去送什么礼物 蛋糕 吃什么长寿面 去酒店 不如你去孝敬父母 是吧 你们的父母也能长寿 你也有什么样 也能长寿 阿们 圣经当中带有应许的经文是很多的 那 各位同学们 如果你们聪明的话 你们 你们知道该怎么向上帝祷告 抓住有应许的经文 那个经文 然后向上帝祷告 上帝是公义的神 他不得不应许我 阿们 因为他说过的话 就不会改变 所以你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向他祷告 就可以 阿们 所以 应许可以证明 圣经是神的话 阿们 那第三点 我们再看第四点 怎么样呢 证明 圣经是神的话 使人改变的能力 那我们再说的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 有几位是母胎信仰 叫母胎信仰 就是在母府当中的时候就是 我知道有几个人 我们的这个 我们佳音是母胎信仰 对吧 我们这个劳鸣弟兄和云鸣姐妹的孩子 还有我们赵丹 姐妹和林鸣弟兄 他们的孩子是母胎信仰 对吧 这是没有办法的 否定 对吧 还有 我们这个 家里的这个小孩 在后面 恩俊 是吧 母胎信仰 恩重也是 我儿子也是 我儿子也是 但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我很多人都是什么呀 忠逐信主 对吧 我们就用中国话 半人出家 是吧 忠逐信主 那在你们信主之前 和信主之后 你们有没有生命的改变 有 不能否定的是谁 所以我们就知道 神的话 也可以改变什么呢 改变你的生命 人改变不了的 钱也改变不了的 你用任何的这个手段 都改变不了这个人 只有一个东西能改变 神的话 可以改变我们生命 阿们 真实 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和真 只有在你自己身上 出现的时候 才发现我 我怎么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是一个坏人 虽然现在不好 但比起好多了 为什么 神 神 祂的话 叫我们理念 起了作用 改变我们生命 你们知道 有一个人 叫达尔文 是吧 达尔文写了一本书 叫什么书啊 进化论 对吧 进化论 但我认为这本书 不应该叫进化论 应该改变 应该叫进化说 为什么 这个叫一个假说 一个假设 还不能够成为一个理论 为什么呀 到今天没止 进化论 还是一个什么呢 假设 因为科学家 还没有完全证明 这个进化论是正确 还在找什么呢 找证据 找这个什么 化石啊 找这个海骨 但是没有被证明 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假设 这个达尔文呢 有一天 有一次 因为他要经常去一些 什么地方 就是生态环境 特别的地方 去找什么呢 找证据 有一次他去了什么地方呢 去了一个 南美洲的一个 这个群岛 去找这个什么呀 找这个 能证明他进化论的 这些证据 结果到了这个岛上 就有很多土人 我们叫土人 或者是原住民 对吧 哇 今天达尔文 从这个群岛 回到他的国家之后 这个记者就采访他 说你去了这个群岛 有什么 有什么什么发现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呀 他说这个 我宁愿 我宁可 我去开化 那个街上的那个狗 那个岛上的人 他们也改变不了 他们也开化不了 他们是 他们是 隐瞒人 没有办法改变 当时这个 记者采访完之后 就 新闻里面都报道出来 哎 看到这个新闻的人 当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基督徒 他的名字叫 伯利茨 哎 他就不相信 达尔文这句话 他就为了证明 这些人是可以改变 他就带着上下 带着一个圣经 他就进入到南美的 这个群岛里面去了 嗯 去了 十二年之后 达尔文有机会 重新 进入到这个群岛 发现一个什么样 让他意想不到的一个 一个事实 这些人改变 变得非常的文明 非常的有礼貌 我说说 哦 你们怎么改变 你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别人告诉他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了 耶稣 因为我们有什么呢 有圣经 阿们 我们对旁边讲说 神的话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神的话就是你所看的圣经 神的话就是你所看的圣经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忽视 不要小看我们现在这个 手里的圣经 不要把它当成一本书 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 赐个力量 让我们能够走向天堂 能够记住到一个永恒的 神所给我们预备的 一个世界的一个力量的东西 能力来自于神的坏 阿们 当然都没有 没有办法 不得不承认神的话 不光是我们的 是吧 另外还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考古 神科有些很多考古的学者 考古的专家 在什么以色列地区呀 土耳其地区呀 在这个中东地区发现了很多遗址 遗迹 能够证明神的存在 对吗 当然有一些报道不是虚假 还不够真实 我们没有机会 完全的确认出 不能去随便说 那前两天呢 我看到这个 扎尼传道上传的一个资料 在这个妈妈小组里面 信息 信息小组里面 叫哥利亚的头骨化石 被发现 哥利亚是个巨人 因为如果看圣经的话 你知道哥利亚和谁 和以色列人在争战的时候 他在骂这些这个以色列人 当时谁带着以色列人和这个哥利亚 这个巨人 这个打仗 那个扫罗王 对吧 扫罗王他们吓得就是 不敢去和他打仗 因为这个巨人 很可怕 都躲在那边 就是不敢出去 结果谁去了呀 大卫 大卫去干嘛呢 给他哥哥去送饭去 他当时还是个小户童 对吧 放羊的 结果去了之后 发现这个以色列人都藏在那边 躲在那边 不敢和这个哥利亚争战 他就 就有什么呢 这个心里面有这种 义怒 义愤甜义怒 马上就 就说这个 我们是神的子民 耶和华和我们同在 我要去 我要去和他们争战 结果这个扫罗王就觉得 哎呀你这个小孩子 我们都不敢去 你怎么敢去 很害怕 很担心 给这个大卫 把自己的盔奖 对吧 头盔啊什么 这个盗都给了大卫 说你用我的这个东西 你去吧 结果大卫穿着穿着是吧 不合适 太大 因为扫罗的 个子是很高的 身体单位 记得扫罗个子很高 而大卫当时 还是个小孩子 少女 脱了这个盔奖 什么也 就是 心端上阵 结果去了之后 用什么呢 用这个 叫甩石嘛 是吧 就是他平时 放养的时候 用的这个工具 就把这个哥利亚 就给打死 哥利亚当时 还笑着他 一个小孩子 你来跟我 跟我来 打仗 结果怎么样 那个石头 打中他们什么呢 鹅头 然后他就死了 最近说是 考古学家 发现了 这个哥利亚头 然后在他们头部上面 有一块什么呢 有一块石头 我是不知道 这个资料的真实性 但是考古的时候 可以证明 神存在 阿们 因为历史 是不会说话 那个东西 就放在里面 是可以证明的 还有一点 可以证明 圣经是神的话 是什么呢 圣经的遭遇 圣经受到 很多迫害 受到很多伤害 我这样去说 你们就能听懂了 对吧 因为在人类 历史当中 没有一本书 像圣经这样 被攻击 所有的人呢 几乎是 有些水平的人 就想攻击这本书 都说这个圣经不真实 都想找一些 这个理由 找一些东西 把这个圣经给什么样子 给这个 博盗 但是这么多年来 这个圣经 仍然 没有办法 被什么样子 因为里面说的都是什么 真理 真理是永远不会什么样子 不会被博盗 比如说 在 这个 一二世纪的时候 罗马 罗马层面就想把圣经 都什么呀 都烧光啊 烧不光啊 这个东西 你是没有办法 把它消灭 因为它是神话呀 所以后来 罗马 这个要烧圣经的 这个罗马成为什么呢 整个国家 这个国教什么呢 基督教 基督教 当然不叫天神教 基督教 中国你们知道吗 中国王阿大会面的时候 这样 除四旧 对吧 什么圣经啊 什么这些这个 迷信的都烧 圣经就不见了 在中国你想找一本圣经 你得从这个村子 跑到那个村 然后呢 会得到一本残缺的 比如说 约翰福音 他不全 或者是 马太福音 也不全 然后那个人到那个村子的时候 他去做什么事 是抄 用手 用指 把这个圣经抄完之后 他回去 但是抄也不行 为什么 抄也会被发现 被烧掉 那个人就做一件事情 他负责 背 到那个村子里面 就背 这个约翰福音 从头到尾 然后回去 然后他就是什么样 约翰福音 我们 讲到的时候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人负责什么样 把经文读出来才行 在那个时期 这样的程度 圣经仍然怎么样 仍然在我当中 彰显着他的能力 到今天连迟 没有一本书 能和圣经相比 我们先说圣经的几个 和别的书不能和它相比的 这个优点 第一 用多少年写成员 1600年 对吧 没有一本书 能写1600年 第二 记录他在这个 多少人呢 四十多个人 对吧 第三 你们知道世界上 被翻译成最多语言的 这个书是什么呀 圣经啊 凡是这个民族 有语言的话 几乎就会有什么呢 有圣经 就中国 中国有多少个少年民族 你知道吗 五十六个是吧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有一个是大民族 是汉族是吧 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五个少数民族 但实际上不是 真正的这个民族能达到一百四十 到一百八十 就是一个民族里面 还没分出去 什么样 其他的民族 比如像苗族啊 弥族啊 还有其他的民族 白弥族 还有什么 其他的民族 都分出去 他们与原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民族现在 这个宣教师建议到中国 为他们再做什么事情 翻译圣经 比如中国有苗族 你知道吧 苗族这个圣经 已经被翻译成苗语吧 是吧 整个苗族 基本都是这样的 都是基地府嘛 没有一本书能和圣经相别 所有的语言 只要有语言 就会被翻译 你们有文字 宣教师做一件事情 我为你们制作文字 你知道吗 在那个非洲有一个地区 宣教师建议到那边 没有文字 只有语言 这个宣教师很聪明 韩国宣教师 用韩国语 变成了他们的文字 然后 他们虽然会写韩国语 也会读 但是韩国语是完全不同 就那个文字 成为他们的一个民族的文字 很特别的 然后为他们 什么样 翻译圣经 没有一本书能和圣经相别 圣经曾经遭受过很多经历 和破坏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仍然是世界上销量最多的 出版最多的 没有一本书能和圣经相别 所以不得不承认这本书 是来从天上 神所赐给我的 最美好的礼物 阿们 如果你们去国外的 这个五星级酒店的话 你就会发现 那个酒店 那个房间的桌子上 你会放一本书 什么样 圣经 不放不行 不放不行 五星级以上的酒店 你不放圣经是不行 因为什么 记得太多了 现在可能不放了 因为这个手机太方便了 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的时候 不能拿圣经 你必须在桌子当中放满上 我要礼拜 我要看圣经 你必须要有的 就达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所说的话 我们来读一下诗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看 然后往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英华 你的话 安定在天 直到远远 英华的言语 是纯净的言语 如同同一字 在一路中 念过七字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志 如果 我各位同姐妹 你们真的想得着 上帝的能力 你们真的想和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 你们就看圣经就可以 你来听讲道 一定要来 因为神命令我们 在安静日 要礼拜 我们听 这个神话语的讲解 但是平时 你们看圣经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 今天拿周报的时候 哪会拿到这本书啊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 叫灵修手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每天 我都为你们做一个经文 本来我想做创世纪 但是我觉得创世纪 也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 这个讲起来很麻烦 最近 先用史不信传 来一起学习 因为史不信传 和我们上个月 讲到什么脸 也在一起 穿福音码 对吧 所以你们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做一个决定 每天 你们读一段圣经 每天 来 用圣经的话语来 让我们生命 让我们生活 有什么呢 有恩典 有能力 当你用圣经的话语去 活出去的时候 我们相信 神的恩典神的祝福 一直会陪伴你 阿们 圣经是神话 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让你得着 来自天上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圣经呢 看圣经当中 笔格告诉我们 怎么看圣经 我们先来读一下 像财神的婴孩 爱慕乃一样 像谁呀 像那个 恩俊 对吧 像那个 佳音 我们照单前面的孩子 我一直想不来叫什么名字 刚才没好意思说 叫 瑞俊 瑞俊 像汤一样 爱慕那个 妈妈的奶娘去 爱慕什么呢 那个圣经的话 神肯定会提供 更大的祝福 阿们 我们祝福我们 中国圣经会经年 在圣经的话语上 有更多美好的 见证 造就 并且把这个见证 把这个恩典 能够传扬出去 让其他的人 那些还不相信 神的能够回到 什么面前 阿们 好 我们 先来唱一首赞美 我们一边 赞美一边 进行奉献 我看有这个 赞美的这个歌曲 那么我们奉献结束之后呢 我们今天有圣餐的礼拜 圣餐礼拜 那么 我先声明一下 今天不是复活节 复活节是三月二十七日 这个月 我们就为了预备 复活节 不过唱 复活节的歌曲 我心里面就迟下 我心里面就迟下 在彼有生命千 其度老续有声 其度老续有声 我心里面有声 我心里面就迟下 其度老续有声 心目伴就迟下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 每个月 永世我的荣耀 十字架 我心最想 救出终 无忧心 他此相守 我的荣耀 叫我们的心意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 见 也讨厌 祖保险 十字架 我自尊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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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往要不得 美与无能化 我自尊厚 我的荣耀 十字架之一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的荣耀 我从最多喜切记 为好耶稣那些 十字架 我心仰望 十字架 十字架 尽且当我出财量 痛得见山荣耀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已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讨厌苏保险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已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讨厌苏保险 十字架 十字架 永世我已荣耀 我从最多心情间 为讨厌苏保险 十字架 永世我已荣耀 我于是 秘密 十字架 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贵养 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宝足 请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在话语上能够人好的造就 每天能够活出你的话语 活出你的能力 活出你的生命 说我感谢你 也感谢你今天来与你一起奉献的 每位弟兄姐妹 请你祝福他们在你面前的感谢和感动 请你借着他们的心意 从天上敞开你的窗户 将你来自今生的祝福 三十倍 六十倍 百倍 交换在他们的里面 主母感谢你 把兄弟荣耀的归给你 以上的祷告 使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们 把兄弟荣耀给我们上去